那今天我们讲ABC法则 第一个就是你 你有没有看到你 资深伙伴 A就是你的资深伙伴 你 那个我 就是B 你要找的人 就是C 说你看到没有 每一个的你有多重要 然后你的合作伙伴 你的团队 有多重要 我跟大家讲个例子好了 像来到香港 我很喜欢喝一杯好的咖啡 每一天 所以我到全世界去旅行 我都去找咖啡 我到苏俄去 到了莫斯科去 我去看咖啡 有个星巴克咖啡在那边 有个苏俄咖啡 马来西亚咖啡 咖啡叉叉叉叉叉 你觉得我会去哪一个 星巴克 是不是我昨天到香港来 我知道香港咖啡不错 可这么多这么多 我还是走星巴克 为什么 我知道我花这个钱 我一定有那个品牌 是不是这样子 如果到全世界 我想吃汉堡 麦当劳 苏俄 苏俄汉堡 德国汉堡 中国大陆汉堡 你觉得我会去吃哪个汉堡 麦当劳 因为我知道我走进去 就是一定有我要的汉堡 一定有我要的饮料 一定我要的抵热 一定要我的东西都排得好好好的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的生意非常简单 你就要变成美安的经销商 美安的老板 美安的麦当劳 你像不像 你全家从头到脚 有没有用美安的产品 你出去买东西 有没有Shop 买东西 很难 麦当劳要付100万美金 在美国 你才能够开麦当劳 我们美安公司 只要一点点钱 所以很多人都不愿 做得像麦当劳一样 像我们美安公司的美安人一样 你有没有从头到脚 都用美安的东西 你家里面用美安的东西 台湾为什么会这么快 我可以告诉你 我最近跟一些leader吃饭 有个leader就说 九万 我要给你讲一件事情 我很对不起大家 我说什么事那么严重啊 他说我的卫生纸用完了 我没有预先买好卫生纸 我实在需要上厕所的那个纸 我就半夜哦 我都怕美安人看到我 去7-11买卫生纸哦 我都半夜哦 等到大家都睡觉了 我就偷偷跑到7-11 去买卫生纸回家 所以我要给你告诫 我犯错了 我不应该买外面的卫生纸 我应该在shop.com买我们美安的卫生纸 你说这看到没有 台湾为什么快 因为台湾很多很多人 真的把美安当作一个连锁店在经营 所以你看到我们的生意 你我们如何劝你像美安人全部都有 很难 所以我们要利用我们的伙伴劝你 当你全部都会的时候 我们需要你找两个人 也愿意变成美安的连锁店老板 容易不容易 谁都不想多花钱 是不是这样子 谁都没有赚钱 也不愿意多花钱 所以我们需要A 我们需要我们的合作伙伴来帮助我 来教会我们带进来的人 这样懂不懂 所以说你要变成领导者 如何变成领导者 所以我们公司有个系统叫做UFO UFO是每三个月做一次的UFO 做UFO的人每三个月要用跟卖一千两百点 就是每一个月四百点 做UFO的人每三个月要找两个人 做UFO的人每三个月要上很多的培训课程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提高你们像我们美安的老板 要提高你懂用美安的东西 要提高任何人走到你们家就知道你们家是做美安的 如果星巴克 开个星巴克 我不要这个咖啡 我不要那个咖啡 我不要这个底热 另外一个星巴克也是 我不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这个公司早就垮了 没有人会走进去的 我就不会走进去 是不是 我会走进去 我知道它是所有东西都是一模一样 每一个都有 所以今天美安很多人做得很慢 就是因为你都不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是不是很难 所以UFO可以让我们怎样 每一个人进来做 提高你在美安做老板的经验跟能力 所以我们每三个月呢 要教你如何做有效率的事情 你们很幸福 我们以前都没有 以前都是靠我们前面的大力的 拉一个手提箱 到处去讲 到处去飞 到处去飞的 我们经常去了一个地方 像我住纽约 柳哲西 我跟Tina 我们经常去个地方 开车来回三个钟头 到那边没有人来 没有人来是经常的 是不是 那我们都没有方法 我们老板都不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蹦出这么多中国人出来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们现在我们美安公司都快迈入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了 UFO在台湾已经做成功了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人人都来做这个方法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来复制 所以全部到这个培训系统来做同样的事情 所以星巴克有个培训系统 你付了一百万美金 他就送你到一个培训系统 让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我们常常想 如果我们老板接啊 要我们每个人都付一百万 看你做不做 你是不是每三个月都会去找两个人 你是不是每三个月都会卖四百点的货 是不是这样子 就因为没有要你们付这么多钱 所以我很难让每个人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所以现在有这个系统了 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个生意了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说我们复制前线要系统化 我们大理者常常做起聊天 我姐姐Lina Hair在LH常跟我讲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一个像我一样的 每次她讲完我就说 对啊 我怎么没有找到一个像我一样的 可以把小孩在家丢六年 六年去做美安 我为什么都找不到 所以你看到这个生意 复制你自己太难了 所以我们要借用一个系统 来让大家进入这个系统 然后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把你该做做做好 都不走 我们是不是每个人都拿永续收入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可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做过老板 每一个人都不要 多用点产品不要 出来上课不要 把小孩放在家里出来上课 所以我现在我都不懂 18年前我去了大会之后 我就认识这个生意 我就相信这个生意 因为一切一切都合逻辑 当我相信这个生意的时候 我在每天想怎么做 那儿子是我最重要的 可是想我有钱了 我儿子才会幸福 我有钱我才可以栽培 我儿子最好的日子 我有钱了我就会笑 我儿子就会笑 我没有钱我就难过伤心 我就会让我儿子难过伤心 那怎么办 把我儿子放在家里放六年 放六年 我儿子拿小提琴第一年 就是全校第一名 第二年就考上 纽泽西交响乐团 我儿子是非常非常天才的 一个小孩子 可是我要让他变成小提琴手吗 No 那赚不到钱的 所以为什么要那么认真 送他去学小提琴 所以我儿子去拉拉就好 我也真的带我儿子 去见一个音乐大师 他一看我儿子说几岁了 那时候我儿子十一岁 九岁开始拉小提琴 就是天才了 十一岁 那一时都这么老了 然后说有没有开过独奏会 我说没有 那你来干嘛 你可以回去了 任何小孩子九岁以前 没有办过独奏会 已经没有希望了 那我说怎么办 就是拉小提琴当老师咯 每一个月赚两三千块美金 我一听话说回家 从此上课我不赔了 我不赔自己去上 拉小提琴左右老 变好一点就好了 培养点兴趣就好了 所以自从那个我发现之后 游泳我不赔 打高尔夫球我不赔 打网球我不赔 全部让人家接受 全力做美安六年 所以今天美安你要付出 才能够拿到代价的 你不可能要做美安 还要赚钱 还拿个永续收入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你看我们美安 其实非常简单 复制什么 培训系统 让我们每个人变成老板 培训 然后零售 为什么要零售 每一个人一定要找十个客户 不是找一百个客户 卖给 把我们的产品学会好 卖给十个人 优优独播剧